各位天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宅宅超胜区 也就是宅宅下班中的 新企划 我是大酸梅 大家今天 超胜了吗 那 现在 因为我昨天的身体状况的缘故 所以 我昨天没有办法上节目 那今天我总算回到了巴黎 身体好一点了 所以我就决定要来 就是还是要按照我 之前说的就是把第三集 就是第二天的 安国兰的拜访行程 然后丢上 就是丢上节目给大家听一听 那刚好也 跟我们家的下单中的节目 错开了 不知道这算是巧合还不巧合 那 总之就是上了这一集节目 那么 我现在的时间是 2024年的1月29号的中午 大概12点前后 那我来到了巴黎的一个 蛮大的一个公园 其实今天天气非常好 走在巴黎的街头 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就是没有下雨 对 我记得我之前就 我这一集节目应该会 列个标题叫做 80%的旅行的心情 就取决于 重点不是在你去的地方 重点是在你的天气 对 80% 那么我刚好第二天 27号在 安古兰的时候 天气非常好 所以温度也不低 然后再加上天气很晴朗 所以就是 安古兰又是个山城 所以可以瞭望 那包括到 我回来巴黎的时候 天气也很好 所以其实我在公园里面 也非常多人 坐在外面吃东西 然后晒太阳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欧洲人 这么喜欢晒太阳 因为天气冷冷的时候 就是需要暖暖的阳光 好的 那么在我说一切资讯的开始呢 我需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竟然收到了一个 非常正经的讯息 因为时差的关系嘛 那么我收到了 就是日本那边的讯息 就是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漫画家 叫做卢元飞明子老师 那卢元飞明子老师 他好像是自杀过世了 那么我真的非常的震惊 那我再稍微再看了一下资讯 才知道 他好像是因为他的星座 就是一位 好像是田中嗓 就是我不知道 中文会翻成小姐 还是会翻成田中 因为他也 因为好像剧情是上班族 所以我想应该是 不会翻成同学啦 所以应该是田中小姐吧 如果按照那个概念的话 那因为我不是日文的翻译的专家 所以我不敢说 那总之是 好像是一位名字叫做田中的女性 然后好像是上班族的故事 那我自己个人也非常期待 这部作品被代理进台湾 因为目前还没有被正式代理 可是我一直都很喜欢 卢元飞明子老师 他的笔下的 现代女性的价值观 对就是相对很多 女性的那种吐槽 对像包括像 东京白日梦女啊 或者是像深夜的恋爱 恋爱奇葩图鉴吧 虽然我也都很喜欢 这两部作品 但我个人很喜欢 卢元飞明子笔下的那个温暖的笔触 没有去抨击跟吐槽 仍然可以带出很多女性的心声的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种故事 那一种感触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也一直很期待他的行作 可以被代理进台湾 但很可惜的是 好像是去年十月的时候 他改编的日剧 造成了一些争议 那这些真夜好像让他跟编剧 还是制作 就是日剧的制作方 有一些冲突 导致他好像承受了蛮多的压力 所以 于是这个悲剧就产生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伤心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的作品 那 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就在这里 算是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对他挚爱这样子 好的 那么就再继续回到安古兰的部分 那安古兰27号这一整天的 安古兰的行程 其实非常的有趣 那 我自己个人觉得 除了安古兰本身以外 还有我在安古兰前后碰到的 许多事情 都让我觉得相当的 蛮有感触的 那包括从早上光是搭 我之前说过的 BlaBlaCar 那个App开始 那我非常幸运的 找到了一位 女性的车主 就是法国的 感觉是法国人的 女性车主 她也是要去参加 安古兰漫画节 所以于是我的来回都搭 她的车子 那 我们去的路上 她的车上还有另外两位 女性乘客 那两位女性乘客 也都是要去参加漫画节的 那我跟一位 跟我一起坐在后座的 女性聊天 聊得蛮开心的 而且她还有推荐一个 叫做Hyper Japan的活动 在伦敦 所以我也蛮好奇 是不是可以 因为好像是在六月吧 所以我也很好奇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六月的时候 飞到伦敦去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反正到时候 我会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如果我有去 我再跟大家分享 哦对不起 真的是 大家如果可以听到 我现在的磁性的声音 和偶尔比赛的声音 就可以知道我身体不是很好 但我还是希望可以 就是在我回去之前 把节目上 就是上上来这样子 好的 那么 呃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法国人对于 日本作品的热爱 而且我觉得 他分享到一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 嗯 法国人在 现在在看的很多作品 其实对日本人 或是对台湾人来说 也甚至可能是 更老一点的作品了 但是 他们有一些不同的 Shark 对 呃 例如说 呃 你可能 例如说他说 City Hunter 像是 呃 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 就是知道阿辽的 漫画中的那种 非常夸张的展现 还有包括 阿湘他会有 哪一张 哪一个锤子 就是出来打人的 那些场景 他们都对于 就是天哪 就是 这个可以表现在 漫画上面 然后给小孩子看嘛 当然这是 有点 孩童不疑啦 但是他们可能只是 呃 非常的震惊 说在一个非常 这么流行 跟大众的作品当中 有这一 有这样子 直接的 呃 算是性别 或是 色情 我个人觉得 没有到色情啦 但是有一点 过于夸张的 呃 性别的 呃 意识的展现 对 色情展现 好像也不太对 因为毕竟那个状况 我觉得以现在的口味来说 不算非常的色情啦 这是对他们来说 可能他们认为说 毕竟连小孩 都可以看的作品 好像到这种程度 对他们的时候 有点shock 但这个还好 他们说的竟然另外一个 更shock的是 呃 他给我看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动画 我不确定 删那个 呃 选手的巴掌 就是类似大家知道的那种 以前非常 魔鬼教练的那种类型 然后就是你练不好 就给你打一巴掌 然后打下去 然后拿藤条 打人的那一种 然后他们觉得 他说这是他 他们 他所知道的 就是大家觉得 最震惊的一个 因为他们 完全没有想到 竟然 要这样子训练 自己的学生 或是孩子 我就说 结果你们最震惊的 不是色情的部分 最震惊的 竟然是体罚的部分吗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相当相当的有趣 但是我就跟他说 啊对 但是可能对你们来说 会很震惊 但对可能台湾人来说 我们就会觉得 啊那就是以前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至于到 他们会觉得说 天啊竟然有这种做法吗 的那种震惊感 对 因为毕竟 大家知道嘛 以前的就是那种 家长会提着礼合 去找小学老师说 拜托你好好 就是锻炼 跟就是锻炼 磨炼我的孩子 之类的那一种 那当然现在应该是 不太可能有这种情形的 只是我就觉得 啊他竟然跟我说 他们觉得最震惊的是 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感受到那种 文化上面的差异 那他也跟我分享了 他最喜欢的漫画 是One Piece 啊果然 One Piece真的是一个 到处都非常安全的 一个话题 哎我没有要吐槽 我自己也很喜欢 海贼王的好不好 说到海贼王 我要顺道题一下 我去搭夜车的 那个公车站啊 对我是凌晨1点的时候 搭夜车 那所以在他旁边有一个 Burger King 他是开到晚上11点 所以我在11点前 先在那边休息 然后本来我是没有 打算要进去的 但是我跟你说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胜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站在外面的时候 我隔着那个玻璃窗 我看到了他们 Burger King 竟然跟海贼王联名 哇塞 然后我就走进去就看 然后于是我就进去 点了一杯热饮料 资本主义的生意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味道 那我就看到了 上面在我的墙壁上面 不是我的墙壁 就是在他们的墙壁上面 就有海贼王的样子 然后在好像是类似 不知道是买儿童餐 还什么 他会给你一个 像是皇冠一样的东西 然后那个皇冠一样的东西 中间就有 就有一条像是 红色的缎带一样 大家知道 就是鲁夫的海贼帽的那个样子 然后上面还有就是海贼王的 就是那个海贼旗的logo 哇塞 真的是 好开心哦 这样子 我就没有想到 果然日本的漫画 还是这么有名到 就是有名到这种地步 这样子 对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海贼王 果然是一个非常安全 而且非常广泛的话题 那么我当然也有分享 我很喜欢的漫画就是 Monster 就是分享普则植树给他 希望他也可以好好的欣赏 普则植树的好作品 那当然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 因为距离大概也才一个小时 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安古兰之后 大家就各自去 走我们自己的行程 好的 那么 哦 那在那个车上 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嗯 在 就是我突然 就是在我们聊天 聊到一半 我就发现 其他的法国女生 就是拿手机出来 拍了一下路上的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哎 为什么 我就转头看了一下 就看到旁边的路上 竟然被堆满了 一卷又一卷的稻草 对 就是 然后我就想说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跟我说 那个是 农夫在罢工 就是 农夫在 protest 然后 我就好奇说 为什么要protest 好像是跟他们的土地利用 好像是一些跟 部门政府去规划的一些土地利用相关的东西 然后因为 大家知道吗 就是农夫 农夫他们最强的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他们的作物 还有他们的 就是那种 大量生产跟搬运东西的机器 所以 如果农夫要罢工 或者是要抗议游行之类的时候 就是把稻草堆到路上 是比较常见的手法 然后 但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好奇 我说 可是这样子阻挡路 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吗 然后他们旁边就 然后他们几个法国人就跟我说 哎呀 这就是一种传统啦 It's a tradition 然后我整个就笑出来 等一下 就是阻挡了一条路 让这条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让人开 这是一种传统吗 这样子 但是对他们来说 好像是一个蛮理所当然的一种 一种罢工 或者是他们抗争自己权力的一种方式 他们好像就习以为常 这样 那我回到我的 呃 我的朋友家的时候 我有跟他们提过这件事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哈 所以你有看到那个着火的那一个吗 我就哈 还有着火的吗 他说对啊 基本上他们堆在那里 就是等着要放火 等一下 等一下 原来挡这路已经不是 不是最激烈的状况了 还有点火啊 好哦 那 我毕竟 但是好像我也听我的朋友有提到说 好像的确也是跟政府 好像也甚至是跟一些军方相关的东西 我不是很清楚那些政治规划 但是 呃 我只能说我不了解这一些 然后我的重点也不在这里 所以我没有多做什么其他的资料 但是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啊 果然这就是一种文化价值上面的差异就是了 那么 哦 说到抗争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安古兰里面 我刚好待在加拿大的那个 的一个展区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碰到一群 起装衣服的人 然后有 就是有人 就吹奏的音乐 然后打着鼓 然后走到了 就是刚好是加拿大展区的那个前面 有一个小广场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是 跳舞然后大声喧哗 跟感觉讲了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一段时间之后 又走到市政厅前面 然后开始 讲了很多东西 那因为我不懂法文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市政厅的时候 我甚至还有看到有人拿着 加萨走廊的旗子 走过去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也是跟以色列 或是加萨走廊的战争有关系 我只能说我不确定 只是因为我看到了旗子这样子 那我也知道说欧洲有很多地方 会因为自己有不同的立场 然后 会有一些抗争 或者是一些游行 一种宣誓吧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 只是因为我也听不懂 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他们的旗子的文字 我打不出来 所以我不敢说 那总之就是 没想到来参加改漫画节 又可以碰到 跟政治相关的各种活动 我觉得这些是蛮有趣的 我真的是到处都碰到一堆政治活动 我那时候去 马其顿的时候 那时候马其顿还没有 正式宣称名字改为北马其顿 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 就是现在抗议说 他们不想要改成北马其顿之类的 然后我去希腊的时候 希腊人就是抗议马其顿人 他们取的名字 这件事我忘记 我有没有在 历史之言那一集节目中讲过 但是总之 去希腊的时候 希腊人在抗议 就是抗议马其顿人的名字 那我去马其顿的时候 他们也在抗议他们 要取的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去苏格兰的时候 碰到苏格兰的独立游行 这样子 然后现在 现在我又来这边 碰到 奇怪的政治游行 奇怪了 我人生的旅行都跟政治没有关系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可能就是 人的某一些特性吧 就是人生就是会有一些 跟某一些东西特别有牵连这样子 好的 那么 好来就先撇除 这些几乎跟 安古兰本身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我只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天的人生中 可以碰到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那么再来就是 我第一个去安古兰 我到了安古兰之后 因为天气很好 所以到处走来走去 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那我就跑去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先去看 沙村广迷的展览 那我真的要说 沙村广迷的展览真的 真的超棒 那个棒不是一个普通的 你说一个展览 好棒哦 我的那种棒 它是 天哪你可以看到 手发抖的那种棒 你可以看到 那个真的会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做 入目三分 厉透纸备 的那一种程度 你可以看到沙村广迷在 1990年代那时候 它连载的作品的那个画迹 就有够之好 有够之厉害 无论是它怎么样上色 然后尤其它比较常用的是 水墨的画法 就是墨之染黑的画法 然后尤其搭配上那时候 它的无限助人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重点 是放在无限助人身上 而不是单纯 沙村广迷的所有作品 所以那一整个展区的展 和原画稿 基本上就是无限助人的稿 这样子 那它有分成 那一整个展区 有分成几个小的section 其中一个是以白色为主 那就会是沙村广迷 留白比较多的作品 留白比较多的画稿 例如说像是素描 那么它也有就是上红色 比较多的画稿 他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叫做 好像是什么红色之间 之类的一个地方 对不起因为又是法文 我不懂 但是它的背景就用成红色 然后它就画稿一个一个框起来 里面的主要颜色也就是红色 哦搭配起来超级好看 我真的觉得红色是非常 搭配沙村广迷 它的角色塑造 还有它想要呈现出来给人的氛围 那真的实在是太棒 那当然还有一个区域 当然就是黑色 那就是以它那种大范围的染灰 或是染黑的那种背景为主的画稿 然后每一个 天哪 你光是看那个线条 你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有一个漫画家可以这么厉害 它的画稿真的非常非常强 它是那种我觉得门外汉看 都觉得很厉害的画稿 它不是那种 你门内的人 门内的人看航道的那一种 它是我认为连门外汉都觉得 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一种 所以我非常强调 呃给大家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 好啦 虽然这样现在讲好像来不及 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 但是如果未来有机会 可以看到沙村广迷的画稿的话 我认为大家不要放弃 真的不要放弃 对就这样 好的 那么再来我跑去的是 呃 加拿大的展区 因为安古兰它每一年 都会跟一个国家合作 那他们今年合作就是加拿大 所以你在他们的市政厅前面 你可以看到 呃 他们把加拿大的不同省份 对加拿大有不同省份 那个魁北克省啊 或者是阿尔巴 阿尔阿尔巴塔 阿尔阿尔阿尔别塔 阿尔巴塔 阿尔巴塔省 然后还有各个不同的省份 他们底下的就是 可能出版的作品 都拿出来做比较 但说是这样说 我还是不是很懂啦 就是 就是他们拿出来做比较的内容 我还是看不懂 不过我的确有看了 因此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 呃 魁北克跟 呃 魁北克跟安大略省的 哦对 我有去过安大略省的 其中一个小城镇 就是接近 尼加拉瓜瀑布的那一个地方 那么 呃 也因此啊 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是 就是 他们会选择跟一个 国家合作以外 那当然就会空出一个 小小的展区 就是专门给这个国家的呃 漫画家还有出版社来摆展 就专门给这个国家 所以我去那个展区的时候 他们有漫画家在当 在那个地方就是也是类似 有座谈会 那讲的就是英文 我就稍微比较听得懂 那其中有一个漫画家 他好像就有提到 那时候我没有花太久时间 待在那里 因为我还有其他地方要去看 但是我就有听到说 他很喜欢历史架空 但是历史架空中 比较辛苦的部分 就是在 他如何要去考究那些内容 尤其他的作品 好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底下的历史架空 所以辛苦的是 他要去找 比较久以前的资料以外 他还真的有去跟 好像作品中出现的 角色的家属 还是角色本人 我没有听得非常清楚 但是就有去跟他们 去做一些对谈 然后去告知 然后就是类似 得到concent 就是 告知和得到同意说 哦我要画这样子的作品 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他们 其实西方对于 就是历史架空 还有就是改写剧情 其实是蛮 蛮宽容的 他们蛮 蛮 也不是放任啊 就是他们蛮 蛮让艺术创作蛮自由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好像应该是一件还好的事 目前看起来 听他这样讲起来 感觉是还好的 对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对 就是我刚刚说 那个游行跑来了 我就很好奇 我就跑出去看了 对 但是我还是买了两本 加拿大的漫画 对 那两本是 我本来就有点好奇的 国际新闻提过的事情 就是 他们好像是在2021年 还是2022年的时候 他们有 拿到一个 也不是拿到 就像他们曾在一个 技术学校底下的遗址 竟然挖到了 好像几百个 无名的 无名的粉种 对 然后所以因此爆出了 就是技术学校制的 这个问题 对 技术学校是一个 19世纪末到 20世纪都还存在的 20世纪中左右 都还存在的一种制度 就是加拿大 他们的许多 你知道就是 移民嘛 欧洲的移民 他们希望就是 想要控制原住民 他们的文化 要控制原住民 他们的 算是他们的 在地的政治权利嘛 所以于是 他们就是以借由 教化跟教育为名 他们就把那些原住民的孩子 小小的 年纪小小的 把他们带走 让他们与亲生 原生家庭 就是断绝 然后把他们带到 技术学校之后 那在技术学校 就发生非常多 不人道的事情 除了是资源的匮乏 然后还有劳力的剥削以外 甚至还有霸凌 跟性侵害的事情的发生 那这些东西 我在转角国际 我都有听到过 那我没想到 我这一次在 加拿大的展区的时候 我看到了至少不少本 真的其实蛮多本 都在提技术学校的事情 那就算不是技术学校 还有一些也会提到 他们的原住民 然后如何去寻找他们的过去 寻找他们的血脉 的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 哇塞 归属感跟血脉这件事情 果然还是人很难分割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 虽然我很想说是蛮有趣的 但是我也觉得是蛮伤痛的 所以尤其我在看到有一本 那本我觉得说 啊技术学校真可怕呢 看完之后 没想到我看到了后继 他的后继竟然是 那个故事中的那一个女孩子 那个本人 他写的后继 所以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奶奶了 但是他就写下了后继说 就是非常感谢这本书的出版 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代表说那一本书的内容 就是真的是本人 他的亲身经历所绘制成的漫画 所以后来我非常惊讶 于是我就把它买回家 哎呦发生什么事 他们好像在做什么工 那总之我个人就把那本书 还有另外一本 好像也是跟他们的原住民 因为他们的原住民好像蛮多个 所以我不敢说 是不是直接说印第安人 我怕其实反而讲错话 所以我就先讲原住民这样子 那么呃就是 也是类似一个原住民女孩 如何去追寻她自己的血脉 还有她的祖先的故事 对 其实让我就想到了 小时候看的那一部少年葛马兰 我觉得果然就是 同志啊 移民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困扰的话题 非常非常辛苦 真的人要寻找一个 自己的血脉跟归属是 有时候要花上一辈子 跟自己和解 或者是去寻找一个理由跟答案的 有点困难 好的 那么 那么 那么就是我买的两本加拿大的漫画 这样子 那么后来还有包括 我有去他们的 在安国玩里面 其实也蛮多书店的 所以我有去一个叫做MangaCat 就是 它里面基本上都是日本漫画 那当然就满满的很多 我习惯的漫画 但是好像 嗯 对就是 看一看他们长什么样子之后 我就出来了 因为基本上在MangaCity都看到了 那么 还有一个是二手漫画店 二手漫画店里面的漫画 诶真的很多 各式各样 真的 好多种 有 日本的漫画 但是也有他们很多 法国自己的漫画 那他们有很多漫画 也都是精装版 可是他们卖那个 二手的价钱 才一欧两欧 诶我觉得真的很 很值得诶 如果是小孩也买得起 那些精装版的彩色漫画 啊 真好 所以我有看到很多 大人跟小孩都一起进去买书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 非常好的文化 尤其就是 大人带小孩去买漫画这件事情 就不会让漫画有一个负面标签啊 这不是 这不是很好吗 明明漫画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么后来我就跑去主餐场了 就是主餐场就是 有非常非常多的出版社 然后就是 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像是 同仁厂的概念 但只是他们是非常 就是他们不是个人出版 他们还是偏向于 出版社的那种正式商业出版 只是因为 呃他们的出版 他们不是像 呃像台大体育场那样子 可能就是呃很多这样病例 他们大概基本上就是一整条 那一整条 然后两边都有出版社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 他们会有 好像会有作家都一直坐在前面 坐在前面就是 你如果买了他的时候 好像是可以找他签会的 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买了两本 呃色情漫画 对 我买了他们的 呃看起来像是色情漫画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买了带走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呃坐在前面那个女生好像在画画 那会不会是我买的那两本漫画的 呃作者 但是我来不及问 因为我已经走掉了 然后里面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非常挤 所以有点可惜 早知道如果我可以确定的话 说明可以要个千回之类的 不过好啦 那么总之我就对于他们法国的 色情漫画有点好奇 而且是女性的画的色情漫画 所以呃到时候如果看过之后 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还没有看 我还没有看这样子 那同时呃 呃同时还有买另外一本 呃我看到 我觉得有点像绘本 但是我买了之后 前面那位大叔 他有帮我写了一段话 法文 然后签名 那但是他用非常简单的英文跟我说 他没有画那一本 他没有画那本绘本 但是他是写了那一个故事 那我会买那本作品 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封面的 那个非常温暖的 暖色系的色调 让我就是让我想起了我朋友的家 就是非常温暖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是 他里面 因为那里面好像是一只松鼠的故事 然后那只松鼠在封面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欧里 对就是游戏中有 呃独立游戏中有一个 有一款游戏叫做圣灵之光欧里 就是对 然后就让我想起了欧里的样子 所以我就因此 然后我翻了一下那本作品 我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色调 所以我就把他买回家了 但是他的呈现比较不太像是我们习惯的漫画 不像美式跟日式两个都不像 他比较像是绘本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买了他这样 我很喜欢那个色调 然后我很期待看他的故事 然后那位大叔也蛮有趣的 他跟我说 嗯 他曾经住过美国两年 所以呃以前 没有像以前讲英文那么流利啦 就是限制 因为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说其实我心里想说 呃大叔没关系我没有要你解释这件事情 但他真的很可爱 这样子 我就喜欢大叔 好的 那么那总之呃 逛完逛完那整个主展场之后 我就走到那个主展场的最后面 他会不自觉会让你一直走一直走 他会稍微绕一下绕一下 然后走 走到最后面出去呢 基本上是呃 他们的山城的一个边边 然后是一个比较高处的地方 有一个天使的雕像 然后你可以往外看到 就是俯瞰下面的就是屋子 那我个人觉得因为天气很好嘛 那我记得好像才十二十三度吧 就是没有很冷 然后天气又很好 很晴朗 所以其实穿的衣服穿多一点 真的不会觉得冷 然后你又可以就是俯瞰整个 就是下面的屋子嘛 你就会觉得天啊 就是啊今天心情真好 对 对 而且因为大家知道嘛 赤晴天的话 你就不用太担心你的书会被淋到雨啊 或者是就是会被弄坏之类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来安古兰 虽然我们基本上都在室内 所以没有说一定要是晴天 但我仍然觉得 毕竟它是要一个需要展场 与展场之间需要移动 然后再加上 呃你还是会买书 有可能会买书 所以不要下雨 还是一件最大的好事 就是不一定要求晴天 但至少求阴天吧 就是不要下雨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程度 那么我光是逛我玩这几个地方 我几乎就 几乎就已经 几乎就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对 因为我还要再回去搭车 所以我还要再走回去集合地点 那在那之前我还买了 买了Poutine 对就是加拿大的一个 肉汁起司薯条 说到Poutine也有点好笑 就是我跑 因为 呃因为 呃 安古兰跟加拿大合作 所以他的 的那个 车子旁边 还有他一些展场周围的旗帜 是那个 呃 发安古兰的那个 logo 叼咽的小猫 然后拿着 加拿大的国旗 的那些logo 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 食物的摊贩旁边 也挂了加拿大的国旗 然后甚至上面还有就是 那个Poutine就是 加拿大的那个 肉汁起司薯条 他的那个 呃 餐车的联络方式 所以于是我就 兴冲冲的 因为我去过加拿大嘛 然后我 我真的很喜欢吃Poutine 我就很好吃 但是是个热量很高 看起来没什么 营养的东西 但很好吃 对天气冷冷 最适合吃那种东西了 然后我就 咚咚咚 跑去问他们 摊贩的人说 请问你们是从 加拿大来的吗 然后他们就 很认真地跟我说 不是哦 我们是从法国来的 我就说可是 那个联络方式 不是加拿大吗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是哦 但我们是从法国来的 好吧 我知道了 对 那我还是乖乖去排队 买了Poutine 只是我可以感受到 那个员工的无奈 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 那个员工理解的眼神 哈哈 好啦 那没关系 反正Poutine很好吃 所以 呃 我当初 好 就是觉得好吃到 就是我的homem 还会 就是还帮我准备了一包 让我带回台湾 这样子 然后结果我好像 不小心把它弄丢了 真可惜 好的 那么总之 基本上 一整天的行程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 回去搭车 回到我的 呃 我的住处了 那么 呃 可能有一件事情 呃 可能大家会很好奇说 那 在一个 有语言隔阂的地方 到底要怎么逛 安古兰的展场 对 那我觉得 基本上的方式 其实就是 其实跟 在台湾差不多 就是你 就是到处看 你就到处看 看到你喜欢的画风 对 尤其因为我们 有语言隔阂 那我觉得 看画风 跟看那个 风格 你喜不喜欢 更重要 所以你就看到 你喜欢的风格 你把它拿出来 翻几下 那如果你喜欢 你就买 如果你没那么喜欢 你就看一看 然后谢谢 把它放回去 这样子 然后尤其 你又是个外国人 我是觉得 他们不会刁难你 什么 说到这个 我有看到 曼工出版社 也有在那里摆摊 好开心 而且我看到 有人在排队那边 好像要准备买书 我真的对于 就是台湾的漫画 可以就是卖到 就是可以这样子 就是得到很多 代理授权 然后可以到法国来 我觉得是一件 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 然后我也因此 就是买了 这一些漫画嘛 那虽然不多本呢 但是光是要上连航 这件事情 就有点辛苦了 所以 光是我好像买了 五本而已吧 我都不知道 我的行李够不够 但是 好啦 就是之后再说好了 那总之 这就是我安古兰 最后的游记 那希望大家 喜欢 那未来应该有机会的话 我也希望可以 在 我希望未来 如果还有机会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去朝圣的各种心情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对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就是了 因为接下来 人生还是很忙 对 然后希望我的身体 快点好 天哪 就是 是因为搭夜车 搭多了吗 还是睡觉睡少了 不会啊 我觉得好开心哦 那我昨天 昨天一整天 早上主要就是睡觉 那 起来之后 我的朋友 就是煮了 蜂蜜柠檬 还有那个 肉桂茶给我喝 然后这用了 他们一个叫做 Elderberry的 酿的酒 然后加一点热水 就给我喝之后 我下午整个好很多耶 我已经快要开始 不相信吸药了 怎么办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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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 因为我真的很不爱吃药啦 我真的很 非常非常讨厌吃药 我也非常讨厌看医生 好的 好了 那么我这个行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就是大家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